我剛才在後台聽到王菲委員說 我們一個都不能少 我很感動喔 幾乎在後台流眼淚 因為我們國民黨 50世行一個都不能少對不對 我是民進黨裡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想請大家 有一天當我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台南鄉親也可以來台北 一起來支持我 所以我並不怕罷免 我想的只是如果你們要替罷免 我的票要比民進黨吹出來的票還要到 大家說好不好 今天徐曉星在那個台南宣講的時候 他不是說他哽咽嗎 哽咽啊 54行一個不能少耶 對 然後他說什麼什麼成立 什麼防線什麼之類的 但我覺得他有一句話很重要 他就說我現在在這邊 大家就挺大家支持大家 如果哪一天我需要大家挺我的時候 希望你們也可以到台北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對如果你真的覺得說你那個選區很穩 然後不怕被罷免的話 為什麼需要大家呢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也是某種程度是害怕的 郭民黨特別特別特別邀請徐曉星下去 講了三次客戶邀請徐曉星 繼續去講台南有多不好 你不是要說你如果郭民黨來台南的 多好多強多用對不對 結果不是 郭民黨這都條工 就是故意去挑釁 他們會在怕嗎 我覺得應該是不要忽視人民的力量 對 因為我們比如看這三個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葉原子好像就是柿子挑軟子 好像可能最容易被罷掉 因為他的票數 那時候大家只差幾千票 對 但我覺得是 看一下富坤其實我覺得他也不見得那麼穩 真的嗎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看昨天的那個 民黨的那個活動 宣講活動到花蓮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現場其實人很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現場其實不是動員 他們都是自發信來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現場的那個面孔 其實都是年輕人 年輕的人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在長久以來在花蓮 當王的富坤期 你覺得他可以永遠這樣的狀況出現嗎 如果 對 那就表示說有這麼多年輕人去的話 就表示說是一個人民的一個覺醒 然後再來是說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呢 是就是花蓮的一些店家 他們在那個 他們的那個店家裡面擺的一些 就是說要罷免那個富坤期的一些 同意書跟那個連署書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說大家都 前置作業已經展開喔 對 因為現在還距離很久 還蠻久的 而且大家也覺得說 他其實是比較難罷免的一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真的不要忽視人民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關注的 就是說他七鳥運動會引起了一個旋風 然後再來是說好 那你說葉元芝跟許巧欣 其實他們面對罷免怕不怕 我覺得怕 因為像你看喔 像大家在那個網路上的那個LINE群組裡面 其實大家都很成立很多的群組嘛 比如說罷免許巧欣 然後罷免誰誰誰誰誰 然後對高宣上面手上就有一個 還有那個鏟除黑心這樣子 對 像今天許巧欣在那個台南宣講的時候 他不是說他哽咽嗎 哽咽啊 五十四行一個不能少耶 對 然後他說什麼什麼成立什麼防線什麼之類的 但我覺得他有一句話很重要 他就說我現在在這邊 大家就挺大家支持大家 如果哪一天我需要大家挺我的時候 希望你們也可以到台北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對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你那個選區很穩 然後不怕被罷免的話 為什麼需要大家呢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也是某種程度是害怕的 而且現在他的那個罷免的群組 也已經組織化你知道嗎 除了那個專業的粉專之外 還有他的那個歌曲也出來了 對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聽過 所以其實這些罷免都是如火如荼 而且你知道葉原汁的那個罷免的口號 大家都只會講說 柿子都挑軟的吃 柿子要挑軟的吃 對 罷免也要挑葉原汁 你知道中性有順口六 對 順口 中性也有 大概有接龍 有接龍 就是現在大家那個什麼 柿子挑軟的吃 現在改了 早餐火腿淡吐絲 要罷免 要罷孕 其實我也不知道 早餐這個火腿淡吐絲 但是就押韻了 有押韻 對 那就形成一個好玩 大家就互相在網路上揭露 那你當然成為這個好玩的現象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會 然後大家會關注這個活動 會支持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對這些欄尾來講 就變成一個流行 對 就是大家會很害怕 然後我們再想說 好 那台中其實有一些欄尾要被罷免 就是大家知道 之前那個台中的那個F4 對 羅廷偉 對 包括說羅廷偉 然後廖偉翔 他們其實也都是有粉專 歌曲來酷守他們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都變得非常的低調 對 很久 對 很久沒看到他們 除了很久沒看到他們 除了很久沒看到他們之外 就是有一個藍尾 台中的一個藍尾 之前不是很愛嗆說 學長是 那個吳思雄 就那個老女人 年紀很大什麼 你知道他回到選區之後 態度非常的低調 而且非常的謙卑 看到那些選民說 叔叔伯伯好 那要不要這個 這樣以後可以幫你什麼 完全那個態度上面是一個 都要選區變一個 很落差的 不是在立法院都搶搶 四老女 現在我們到選區之後 你就變成說 態度相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 對他們來講 這個青鳥運動 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有壓力的 今天國民黨在台南 南台灣 然後徐曉欣 王洪威等等的 都到場 徐曉欣 人家哽咽了 他說我們五十四席 一個都不可以少 他多算了兩席 對不對 國民黨不是五十二席 數學不好 曉欣 你把高精算進去 人家也是五黨籍的 幹嘛這樣子 把人家包進來 然後因為朱立委沒有來 然後藍委連番上陣 謝龍介說 我要把你們抓起來燉湯 怕不怕 會怕打很怕 因為從昨天開始 包括在花蓮在板橋 不管是民進黨辦 金英明聯辦 或者青鳥自動發起的 就開始遍地開花 我跟各位講 這些場沒有要拼場 沒有要比誰的人數多 因為它就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像金明聯辦的活動 下面也不是什麼 五千人一萬人 都不是 到花蓮那個地方去 就是在一個廣場 那這個會騎到哪裡來 會走路來 就是大家來聽這一些 關於這次國會修法的 這些課題 那些民調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一半以上的民眾 根本不知道 最近那幾個禮拜在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才需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宣講 那今天早上當然在台南 國民黨先辦 國民黨辦 大家看看那一個畫面 那一陣子是一個里長 有家在成立 小平就看就知道 大概是里長 競選總部成立的規模 這就是朱立倫講的 比照總統大選規模 所以謝龍介今天 總統大選的規模 所以這個地方 朱立倫不可能去 因為朱立倫站都要漏氣 總統大選怎麼這一種規模 你不要多亂搶 對民進黨來說 我們有做堂會 我們有街頭宣講 我們有黃昏市場 我們有站入口 各式各樣 你們要辦幾場 就是站入口 然後還有辦這種場 沒有 因為我們的公務 也都發到了民進黨籍的村里長 村里長都要辦 村里長也會辦 就是各式各樣的 到處都在辦 那他們就是會跟黨中央報備 說我們當時有要辦 你想宜方營的 可能下禮拜或下下禮拜 街人就會起動 舉動相關的 那今天呢 在我先講台南這一場 國民黨今天找了兩個重量級的貴賓 直接進入到台南 第一位 就是說台南 三輪這個高鐵站 都沒有人 半路天的停車場 都會破掉 對 根本就是蚊子停車場 沒有錯 根本就是B案 三輪那裡怎麼會發展 台南在關廟整人 那怎麼可能發展 台南高地 那怎麼可能發展 那個人就是徐曉信 所以他今天有去跟台南的 繼續闡述 那不會發展 台南不會發展 所以王定宇去到那裡 那是王定宇的選區 這一次揮打 各位記錄吧 前一陣子揮打 或者是這個超委 他們現在都鎖定 台南高鐵三輪站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個站 現在是綠能科技園區 對 郭民東 特別特別特別 邀請徐曉信下去 講了三次客戶 邀請徐曉信 繼續去講台南有多不好 第二位 這一位也厲害了 厲害了 這一位是講高雄全鎮漁港 我也歡迎他到高雄 高雄全鎮漁港 有夠落後的 有夠落後的 那怎麼會發展 那個人沒有在抓魚 沒有什麼 啊 泰國還要死阿蘭啊 抗這些錢 說一大隻 我們這裡有高雄的立場 條鎮 又特別特別特別 叫黃鴻威 一定要去那裡講 出發高雞拉嗎 高雄與黨 下台南的鄉親聽到說 這兩位是 這兩位怎麼會來這裡說這個 你不就要說 你如果國民黨來 台南的多好多強多用對不對 結果不是 國民黨這些都條鎮 就是故意去挑釁 謝龍卻說 好 那個什麼 那些什麼 技能啦 高端啦 什麼疫苗啦 光電啦 不好意思喔 光電去押去的 是國民黨的彰化 那些雲林選舉的 雲林的影響 開槍 那些什麼八十八槍的 去用彰到的 那些國民黨 台南市沒有一個東部 他們不知道什麼 什麼隊一區的東部 裡面的中部幹部 這都是國民黨的 謝龍卻又自我介紹 這都拿起來 謝龍卻這種的有什麼厲害 有法度把他的鄉親說 像這個國民黨的 這幾根都要拿起來 他說要燉湯 對啊 他們今天在說的 都沒有在說什麼國會改革 因為他們主力論有下令 你要說什麼長照也可以 說疫苗 說機能 說高端 也有在你們說 反正就是辦一百張 總統大選規格 所以你看主力論的總統大選 還有今天台南市 大家看的畫面就知道 這就是國民黨 在台南要辦總統大選規格 差不多是一個立場 林選總部成立 差不多到這個規模